今天我们来到了银滩的最东边的北边 这个地方是几路公交车 它的终点站 206、207公交车的终点站 然后看这些房子 是文涛美玉小区的房子 不行咱们今天到文涛美玉 来参观参观 看一看 车停在哪里呢 小区的门口 也是这个商业网点 景卫市 小区最显著的 就是这个大石头 今天有点小风 今天 文涛美玉 这里是他的一个小区的一个中心广场 就在门口 我记得上次过来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这打那种网球 自己打网球 橡皮石那种 这里 它这个水汽 看看 水深危险 算个桥 枯水期 现在这个季节肯定是不能放水的 小区 在银滩算是一个小小区 一个比较小的小区 有好几天没有拍小区了 这个年过的 涉太多 看这家院子 这个小区院子真不小 大概有40平米 看这家弄的一个水池子 纯石头的 还带一个洗衣板 看这里 这个亭子不错 前面一个小水塘 然后这里 还有垃圾桶 这个小区叫文桃美玉 其实指的它的多层 它还有高层 新建的高层 这个高层 可能现在的名字叫做越南湾 我先到这边来 正在两个楼之间 是个风口 风呼呼的 先停一下机吧 这里还有一个地下停车厂 这个是 挺不错的 这个设置 再看这些房子吧 我估计名字 这边叫文桃美玉七号楼 然后那边应该是 叫做越南湾了吧 写到二号 这是个高层 小高层 层高也就是 11层左右吧 应该是 这也有 高层也有小花园 然后这个看看咱们 正好这个门开着呢 咱进一下 它高层的门厅 很大 很大的门厅 这个看起来档次还可以 这都是一些 一些仿大的石的板 这是一梯几户 我看看 这边是在西面这两户 104 103 然后呢 这边是102 101 总共是一梯四户 一梯四户 这个结构 然后看几步电梯 一步电梯 看到这楼牌了 依然叫文桃美玉 现在已经是五九了 银滩这里啊 其实冬天啊 真正的不是很冷 但春天呢 它这个风比较大一些啊 春天有风 这个现在已经 五九了呀 今天的温度又有点降温 昨天温度挺高的 是因为降温 是因为有风的事吧 这个地下停车场啊 有两个出口 或者两个入口 这边东西各一个 一个是在这个高层的西边 一个是在高层的东边 它实际上也就三座啊 刚才我说错了 是11层 实际上可能是14层 看在北边有三种高层 然后呢 再就是 东西各一座高层 这是个旅居 现在到了小区的 这个 西北面啊 这边有一个 也一个场子啊 锻炼的场子 这边呢 是我一个朋友啊 他家所在地啊 再看一眼吧 没给他打着火 看这一楼的院子啊 有的是种的地 有的铺了一点小石头 这家看有人啊 有花儿 这几辆车啊 有黑龙江的 有上海的 有河南郑州的 正好这个多层的 楼道门也是开的 我看一眼 它楼道里边啊 进来以后 是一梯三户啊 中间小户型 两边可能是二居士 这边看也有三四辆车 洗的衣服 的确小区是比较小的 这个走几步就转回来了 转了一圈 然后可能那小区 如果说这是文桃美玉的一期 可能还有个二期啊 在它的东边还有个二期 看看小区的啊 物业公事栏 这个小区的多层住宅是两种啊 一种是五毛 一种是六毛 然后高层是一块二 商业是一块 每个月每平方 这个楼层就这么多啊 总共是22座楼 看这门口还挺繁忙的啊 装些东西 那边也是有货车 这边一个楼房啊 三层 写的是文桃美玉社区 文桃社区 我刚才看到的这个楼房呢 它不是这个文桃美玉的房子啊 我刚刚说错了 应该是这个叫做福渊小区啊 福渊小区是另一个小区啊 这个是当地啊 这个村民农村改造啊 他们是新盖的楼房 应该是前面这个是文桃美玉的啊 这个是文桃美玉的这个新小区 或者越南湾小区吧 应该是这样子 这边因为正在建设中啊 道路还比较颠簸 这个楼挺多的啊 这边有四座 在它的 这不也是写的文桃美玉啊 咱既然过来了 不妨就进去看一圈啊 开的十帅一圈 看看这是它的东区 文桃美玉的东区 也有高层也有多层 也就是说这个小区呢 分东西啊 两块 我们现在来到了它的东块 东半边啊 也是有高层和多层组成 小区的结构也差不多 这个小区 我这是第一次来啊 就是说这个东区是第一次来 看这边 停的车辆也不少 有烟台的车 烟台 辽宁 沈阳的车 还有电动车 像它的楼顶上啊 都有这个 太阳能热水器 哎 这边入住率挺高吗 这车辆不少 这边又有三辆四辆车 一辆车是有棚子的啊 这走到小区的困难面了啊 一样啊 都是有花园 妈咪不叫啊 都是有花园 这有一个门 但是不开 咱们绕个圈吧 看前面的藏龙山啊 正前方 这是小区的正门吗 不是 南面好像 南面有门 可以出去 咱就从这出去了 好像这个南门 不如 这个西区的南门气派 前面是另一个小区了 然后这一切都好啊 我认为这个母带的 没有什么事啊 我认为这个 people in the other way